诶 你停在我窗台干啥呢 哇塞 还下蛋了 坐窝了 哈喽 大家好 苏战哥 前两天下雨我打开窗台往外看的时候 发现 诶 这儿停了一只猪井斑鸠 当我第二天再去查看的时候 发现他居然还在 还蹲在这儿 这干嘛呢 孵蛋呢 然后当我推进镜头时发现 他真的生蛋了 好家伙 这家伙连窝都不做就生蛋了 哦 不好意思 我错怪他了 算是做了个窝吧 就捡了几条树枝就生了个蛋 这就是他的那个窝 然后在马路上随意看到了一只斑鸠 就觉得是他 他晚上还是回来他的窝继续复旦 然后在这儿休息 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 去年刚刚装上的雨棚 可以让他遮风挡雨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地方 比较安全 也比较舒适 至少能遮挡风雨 今天我过来查看的时候 他又下了个蛋 好家伙 你下蛋都是这么随意的吗 这个蛋还是在窝外面 差一点点就掉下去了 他每天中午都会消失 故意找吃的去了 趁他不在 我把这个蛋放回窝里 别滚下去了 还是忍不住吐槽一下 斑鸠的这个窝也太随意了 他就捡了几个树枝 下班时分回到家里 我偷偷地去看了一眼他 他好像也看见了我 但是我并没有恶意 所以可能他感受到了 并没有飞走 继续观察 希望两只小鸟都能孵化